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那就是流量,只有流量足够多,才有可能带来更多订单。众所周知,首页的流量和销售转化能达到70%,那剩下30%的销量转化会在第二页至无数页以后的非平均分配。另外,卖家可以关注下平台的二次推算。 当你输入一个关键词之后,假设第一页呈现的数据是一万个,到第六或第七页时,数据会被放大。所以关键词究竟放在哪一页会比较好?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,但一定是数据没被放大的前一页。 亚马逊的关联逻辑是,当他发现他的用户在前五页,前七页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产品时,他会进行关联推送,把其他的产品全部放进去。 比如客户找手机壳,但是翻了很多页之后,依然没有进行购买。 此时,亚马逊的搜索结果,推送里会出现钢化膜,耳机数据线,电源等关联产品。 亚马逊的垂直流量。 类目流量是很多卖家会接触到,但不会太多关注的流量。 因为通常卖家会认为,无论放在哪个类目里都可以展示成功。 但实际上,类目展示的流量,在站内大概只占到30%,剩下的像标签、FBT等流量。 卖家们也可以好好利用起来。 战外流量,如何最大限度获得Amazon流量。 1.搜索流量,订单权重很重要。 给卖家们分享一个公式,目标关键词结果页最低销量加上3到5乘7。 比如卖家的关键词是ABC,把ABC输入到搜索框,进入到首页结果页, 然后找到里面的最低销量链接。 假设每天最低销量是5个。 那么卖家可以设置订单操作数量是8到10个。 然后乘以7天,连续操作7天。 其次,关键词的匹配度。 卖家要注意的是,用词不能过度相关。 当一个核心关键词变成了一个行业的产品词和一个大热流量词时, 卖家每一天的预算会被这样的词全部覆盖掉。 再者,单位时间内的增长趋势。 平台在计算卖家的链接成长权重时, 会计算单位时间内链接的非中断热度。 如果中间出现了中断, 平台会判断这是否是一个偶发性的热点。 不足以形成新的质量。 最后,链接质量。 卖家的5点要素。 整体文案是否有好的铺设, 是否有做图片或视频。 A加页面是否做了等等。 2. 标签流量。 每一个标签流量都有其权重。 其中销售权重影响最大的是Bestseller。 而流量权重则是Amazon's Choice。 也可能是以后亚马逊平台权重最高的一个标签。 很多卖家误以为Bestseller会给链接增加权重。 实际上只会增加链接的转化率。 为什么说Amazon's Choice以后会成为平台最好的链接标签? 流量标签。 当亚马逊完成了它的人工智能铺设, 下单比例占到60%或者移动支付达到70%时, Amazon's Choice会成为最主要的订单入口。 三、类目流量。 建议卖家产品不用放在最精准的子类目里面。 一定要放在相关的大类目里面。 另外,卖家想再要获取一个非相关的子节点要怎么做。 比如想把一个水杯放在运动健康里面, 却放不进去。 卖家可以把想要加到子类目的关键词放到标题里。 再去开通CASE, 成功率会大很多。 但是卖家要记住, 进入以后, 一定要把A类目关键词删掉。 否则会导致后面的Go或者转化出现误差。 四、广告流量。 很多卖家在操作的时候会发现关键词的位置跑得很快。 但是广告排位却很慢, 怎么做? 假设是100单的操作, 卖家可以直接让服务商通过关键词搜索, 然后通过广告位下单, 提升广告权重。 同时, 如果卖家发现ACOS管控有点失控, 想让它放缓速度或者降低一点。 可以让服务商在广告订单下帮助附属订单。 提升广告转化率。 当ACOS下降时, 卖家的整个竞价也会下降。 除此之外, 卖家还可以灵活使用PD广告, 抢占流量先机。 五、FBT流量。 卖家可以通过抢占热点产品匹配流量。 获取曝光, 然后使用二手跟卖进行关联匹配。 注意订单流频要强化关联密度。 还有就是务必选择匹配型产品进行操作。 六、秒杀流量。 秒杀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在于出单率。 没有其他的因素, 也没有其他干预的办法。 就是出单率。 卖家可以和站外渠道约定好时间。 比如下午一, 点钟要参加秒杀。 可以上对方提前六个小时帮忙把卖家的站外秒杀安排出去。 然后在站内活动出单前, 链接的热度会比较高。 出现新的高频订单。 七、站外流量。 选择合适的流量进入时机。 然后可以通过秒杀或者一些站内的促销活动。 提前一到二周安排FBA货物。 需要注意的是成本的合理管控。 卖家朋友若需求做站外推广。 但是对于折扣力度把握不大的。 可以先把产品链接发给行动者看一下。 我们会根据listing的情况和产品类型来推荐合适的渠道。 因为每一个产品的页面、listing内容、VP、feedback、图片等, 决定了站内订单转化率。 也会不同程度影响买家的购买欲望。 FB红人贴士盒有以下需求的卖家。 急需流量的新品。 长期仓储费的库存。 已经是FBA,却还没有购物车的产品。 ACOS超高,广告基本不出单的产品。 需要借助站外辅助站内秒杀的产品。 需要稳定或者提高销售排名的产品。 FB红人我们会递交发布15、30个Facebook群组主页和Instagram、Pinterest、Twitter等。 覆盖百万级买家。 适合产品单价50美金以内,库存100件以上。 折扣力度40%off起步。 折扣越大,出单效果越好。 发帖时间1-2个工作室发帖。 反馈截图。 红人博主个人主页发帖。 家居品类博主25-30万粉丝。 母婴博主10-20万粉丝。 3C类博主。 15-20万粉丝时尚美妆类博主。 25-100万粉丝这类红人博主。 会挑产品,且要求折扣必须50%以上。 DU News首页展示帖。 每天4小时,连续展示8天。 DU News首页展示帖。 每天展示2小时,连续展示14天。 DU News首页展示帖。 每天展示4小时,连续展示14天。 反链接。 亚马逊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会有很多的反链接。 亚马逊会从很多地方给自己引导。 而且亚马逊大部分的流量来自于反链接。 也就是搜索产生的流量。 上与国网搜索跨境资料库。 领取欧美东南亚各国市场商机各大平台热销品报告。 跨境电商营销白皮书。 与国网搜索跨境资料库。